他有特别交代 他在这阵子身体比较不好 他就有特别交代 他不想举行攻击 想要简单一点 然后我们还是会按照 他自己亲口交代的意思 去办理 这几年的确身体的状况 算是蛮困扰了他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子离开 对他来说是蛮平静 他是很平静的北京 睡梦中离开 他的确是很开心说 他的后代 或者是他爸爸的后代 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 去服务的地方 当然